HitFM联播网 The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想聽音樂 現在你就是獲得了金曲獎的提名 我覺得那張專輯提名的是最佳演唱錄音專輯 你那時候被提名到了這一個獎項的時候 你的感想是什麼 嚇死了 很開心對不對 而且因為其實那張專輯當中 有一些聲音的彩結啊等等的 感覺上我就是被聽到被注意到了 終於謝謝大家的耳朵 對所以那個時候你的感覺 你可以回想一下嗎 你的記憶拉回到大家三年前 就覺得哇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這樣 音樂一直覺得怎麼可能這樣 然後很很興奮很開心很謝謝評審還有所有的聽眾 然後願意聽到這張專輯裡面的小巧思這樣子 應該那個時候就開始就構思了你的這張新的專輯是不是 還是說你是一個很習慣就是慢慢來慢慢來 也不用想那麼多的人 我是有構思的人 但是我也是很慢慢來的人 可能也急不得 因為我覺得音樂跟人的狀態是很很接近的 必須是很誠實的狀態 所以在這三年裡面 2017年的不能發出聲音專輯 然後一直到2020年的畫畫專輯 雖然說時隔了三年 但其實我都沒有不太停下來 我會做錄寫然後調整再重新錄 我覺得這個環節在製作環節裡面 就真的花了滿多的時間 你是覺得你的錄的時間比較長 還是你的寫作創作的環節拉得比較長 我覺得是錄音耶 就是樂器的錄音編曲的環節 我覺得是製作時間最長的 反而是像唱作的話對你來講的 那個時間其實就好像很自然而然 就是在你的生活裡面 平常的節奏裡了 這次收錄的歌曲總共有十首歌 那有一些歌是新寫的沒有錯 但是其實也有一些歌曲都已經是 以前九年前十年前的抽屜歌曲 就是陪了你很久 好那我們待會會來編聽一些的作品 然後再告訴我們說 哪些是擺在你的抽屜裡面很久 被挖出來的考古作品 好 那我們首先先來聽到的 這樣專輯畫畫當中的開場曲漂浮 來聊下這首歌曲吧 好 那聊這首歌曲之前 我要問Elsa一個問題 如果你有一種超能力 你會想要飛行的能力 還是想要隱形的能力 這個問題我有被問過 然後我有想過 我覺得不同時期 會有不同的答案 比如說像之前 我一定都是講隱形嘛 對不對 好 那2020年 大家要都是飛行的能力 我覺得 就很想要飛出去啊 然後跨越到不同的地方去 然後最好是 不用通過了這個海關的審查 因為其實我本來也不是很喜歡購物啊 或是很去城市的地方 我覺得如果是可以飛行 然後到了另外一個國家的山啊 跟海邊啊什麼的 我會覺得很開心 所以今年你如果問我這個問題 我的答案就是 我要飛行 讓我飛出去 那就是其實在寫這首歌曲的時候 然後我很常問自己這個問題 那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貪心的人 也不是 應該是說 兩個選擇都有利有弊啊 不然這才不會是 才不會成為一個 好像是一個 很多人就拿來 測驗一下對方的心理狀態 是什麼樣的一個好問題 嗯 但我覺得 我可能兩個能力都不會想要 啊 你想要別的能力 我想要知道是什麼 嗯 我沒有特別想說 我想要什麼能力 但是我覺得 可以一步一步行走 在這個世界上面 然後用我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我才有辦法寫出這首歌曲 嗯 然後我覺得隱形這件事情 我已經夠隱形了 欸 好像是欸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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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想要再繼續隱形下去了 OK 所以我很常問我自己說 啊 我能留下什麼呢 喔 對 對 是我在這首歌曲裡面寫的 就是關於愛 關於家 這些答案是什麼呢 那我覺得 這回溯到我的小時候的根源 我很想要知道 我從何而來 應該要從到哪裡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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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有點像是我的 開門之作 對 嗯 嗯 嗯 在畫畫這張專輯裡面 為什麼它要擺在第一首 也是因為我寫出這首歌 我卡在這樣子的狀態裡面 好 不知道自己是誰 然後 每天早上起床 我都不想做事情 OK 因為我有一點太 覺得自己是灰色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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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 嗯 寫完這首歌曲之後 很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心 心態 嗯 嗯 嗯 然後就會發現 嗯 我是有能力可以跨越這一切的 嗯 嗯 而且 嗯 我不想要再活得像是隱形的一樣 嗯 嗯 嗯 所以呢 當我誠實地說出了我的故事之後 我寫下這首歌 才開始想要做這張專輯 OK 就是因為這張專輯 給你一個動力了對不對 因為你終於把這個 你的這樣的一個心情 你面對了把它記錄下來 嗯 嗯 然後你就可以邁出腳步 往前走了對不對 對 很棒 那我要跟老天爺講說 今年我想要有飛行的能力 可是因為柯明勳兩個他都不要 所以柯明勳的隱形的那個能力的 那一個選項請也給我 謝謝老天爺 可以 可以 可以嗎 謝謝柯明勳 好 我們一起來聽到 畫畫這張專輯當中的漂浮 繼續和柯明勳了他的新專輯 畫畫當中的作品 首先我要問的就是 其實畫畫這兩個字是 同音但不同字對不對 嗯 來聊一下這個 專輯名稱的小巧思 好的 畫畫這張專輯是 畫土的畫 嗯 然後第二個字是 就是說話的畫 嗯 我覺得 嗯 講話對話 嗯 聲音是有顏色的 對 然後在做這張專輯之前 其實我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將我聽到的聲音 畫在畫布上面 所以專輯裡面我們會看得到 你的這些圖畫嗎 哈哈哈哈 不會 所以你有發表嗎 你有讓你的跟朋友們看過嗎 我是沒有到非常有自信 覺得我可以分享我的畫作 但是我是有分享一些小素描 在我的社群平台上面 是喔 你知道我們 像我今年只有畫了一個畫作 那就是我們hellofame那個 毛起來愛的這個活動 然後有要求每個DJ 可能自己畫個 可能是狗或者是貓的圖 我就開開心心的畫力 因為你知道我畫畫超糟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開心心的畫了一隻貓 我也覺得說我的天 我畢卡索我是真的天才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是常常畫圖的人 但是你自己會覺得說這個好像不太 有點害羞 有點害羞 應該跟我們借這種拱大 就是我們就是 你看我畫得很好 開開心心的分享出來啦 有分享一些素描的畫作 但是就是 你的聲音的畫作沒有被真正的 就是介紹出來是不是 我覺得 我現在想用一種就是 因為我不是說我做那個實驗嗎 是 但我想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如果我的聲音 可以唱出來我所看到的 我所聽到的 我所想的事情 然後這個世界的所有 每一個景象都像一幅畫一樣 那麼漂亮的畫 就是我想要放在專輯裡面的每一首歌曲 OK 對啊 把聲音變成一幅畫 然後把我一幅畫變成一首歌 是 有點像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做了這張專輯 這樣 所以專輯名稱叫做 畫畫 就是畫 畫圖的畫 然後瘦畫的畫 對 英文是叫做Drawing Dialogue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聽到他的歌曲呢 是榕樹耶耶 這張專輯當中 其實有另外一首歌曲跟樹也是有關的 是叫做樹對我 說 對 來聊一下樹吧 就是你感覺上 你也是一個很喜歡抱樹的人對不對 你自己有認一個樹 就是說它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這樣子嗎 你現在聽到這首歌曲是榕樹爺爺 去東部旅行 然後那個時候 嗯 那個時候是我 算是我第一次 嗯 在這世界上面探索 然後也 開始玩我自己的內心去 想要去知道 我是一個怎麼樣子的人 所以那個時候 我的朋友就帶我去了一個山上 嗯 在台東的池上 嗯 然後那時候 我一開車門 一下去 就有一個聲音 嗯 樹就對我說 來來來 快來我的懷抱了 嗯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就是爬樹 抱在樹的樹蓋上面 啊 所以你從來沒有爬過樹 就是在2013年的時候 就是 榕樹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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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你想要长得越高壮的时候 你的根就必须 扎进土里越深越紧 然后而且我觉得 树都是向着光长的 对 所以我就提醒我自己 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要有自信 要有力量 然后也要向着光长 必须要有一些正面的能量 虽然我也有负面的能量 但是那些负面的能量 都可以转化成为一个 一种光 这样子 其实树的树枝啊 树叶有多茂盛 它的根就得要有多深 所以我自己也是一个 很喜欢靠近树的人 那另外一首歌曲是 《树对我说》 那你有常常去跟树说话 然后不同的树 会给你不同的对话吗 我讲这个虽然说 可能有人会觉得 我好像有神经病吧 不会啊 像我就这个爱树的人 请说请说 就我会听得到一些树的情绪 OK 然后可以感觉到 他想要对我说什么 OK 即使是一些很稀松 平常的话 那他们会生气吗 他们也会生气 也会生气 对不对 但是就 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每个树都是一个 很自由的生命的样貌 那我觉得人的状态也是 那为什么我会写下树 对我说这首歌 这首歌也跟自由有一点关系 这首歌是我写给 我自己也写给 同志社群的人们 然后我觉得因为他们拥有自由的爱 因为无分今天是男女之间的 情爱也好 或者是女女之间 男男之间 更或者是我觉得是年纪 也是无分的 我觉得爱这件事情是很自由的状态 然后为什么会写这首歌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 在对自己的性别认同 有很想要认识自己的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这必须要回溯到我高中的状态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 就每一年都会参加同志游行 然后终于在今年 去年 终于在去年的5月24号 同志婚姻法已经合法了 然后可以结婚 这件事情是让我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觉得是想要跟 这些给予 想要找到自己的认同感的人们 一起庆祝的一首歌曲 所以对我来讲 这首歌有点像是彩虹色的歌 所以树对我说 对你来讲是一个彩虹色的歌 对对 就好像有不同的树 他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心情要跟你分享 好那我最后要听的还是榕树爷爷 可是我最后还是要问说 那请问榕树爷爷有榕树奶奶吗 榕树奶奶啊 对啊 一定有的吧 一定有啊 那你下次可以问他 然后你再告诉我好了 真的我还没问过他的问题 对啊 因为你说一下就说 他就跟你说 来我这里来我这里 我心里想说 为什么不是 啊来我这里啊 就是那种比较奶奶的声音 这样子 好这想是 如果你问完榕树爷爷再跟我说 好 好我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柯明勋的榕树爷爷 回到了Hey Miss DJ节目的访问现场 奥树今天专访的是柯明勋 推出了新专辑画画 那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歌曲 其实我一开始听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这首歌曲很像是柯明勋的自传的感觉 可以这样讲吗 你听出来吗 有啊 我觉得很有你的一个感觉 对 好 我觉得这是我的代表作 是吗 我自己这样讲 自己这样讲 对 而且这首歌曲当中 其实你中间其实也有唱的 Illusion Illusion 其实也就是这首歌曲的英文歌 其实跟自恋的自虐 因为不太一样 所以来聊下这首歌曲 以及这里面要传达的讯息 好了 好啦 这首歌曲Illusion 是我最开始demo的版本 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这首歌已经是我的 就是我的抽屉歌曲 可能是时隔了 我已经忘记几年 但是非常久远的时间了 然后是一直到了 想要做这张专辑 画画专辑 有一天突然想到 这首歌的旋律 然后我就整理了一下demo 然后我就跟公司讨论说 我想要收这首歌 在画画专辑里面 然后 公司的同事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试试看 找一个地老师写词看看 OK 对 所以呢 我就 我就鼓起我的勇气 然后 你这样跟你好像鼓起了 好几种不同的勇气 对不对 对啊 这张专辑我就是 画出去了 好所以这张专辑我们现在要听到的第一个鼓起勇气就是 跟李格蒂老师联络 对联络 没想到老师听了我以前做的作品 然后他很喜欢 然后所以他也答应了一起写这首歌曲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写完的时候 写的时候曲已经决定了 编曲也已经决定了 有一点跟李格蒂老师 以前合作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 对 但是还是完成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跟他讲了我的故事 就是 等一下你跟李格蒂老师联络的方式 不是透过比如说电子邮件啊 就是透过电子邮件 而且中间还有隔着老板 等一下等一下 所以你等下 你说你跟老师讲了你的故事 感觉像就是你应该是打了一长篇 给老师看吗 有一小段文字 然后我寄给我老板 我老板在寄给李格蒂老师 然后李格蒂老师在透过老板 OK好好好 所以我中间有个很好的bridge OK好好好 但我那时候就是写了一点我的 也不算是我的自传啦 但是有点像是在写我的内心世界 我有很多个声音在我的脑袋里面 可能上一秒是 啊我觉得这个超棒超美的 可是我下一秒就会说 很丑不行 对就是我内心有很多个极端的个性 OK 我觉得我很想要找到一个内心的平静 那我似乎是要与自己和解 嗯 再吵架 嗯 再抽丝剥茧 是 然后再和好 嗯 再握手 是 我觉得我内心很常 蛮常有这样子的状态 嗯 就是几乎是每天都会这样子的 嗯 在决定事情 对 很难决定事情的状态 但是就是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句号吗 还是逗号也好 他说 歌词里面有写到就是说 与自己和解 嗯 也有写到与自己的理解 嗯 嗯 你喜欢照镜子吗 对 还可以 但我常常会忘了要照镜子 我有一段时间很讨厌照镜子 嗯 因为我觉得镜子里面的人会跟我说话 懂 然后他会说一些很 很负面 很 很 怪罪自己的事情 是 但是呢 我发现 要跟自己和解 要有一种很和平的状态 嗯 然后你可以先练习 从镜子里面开始练习说 嗯 我今天的笑容很好 嗯 我今天 很漂亮 嗯 我今天 睡醒很美 诸如此类的 就是用这种方式信心鼓励 是 然后也有点像这首歌里面在写的事情是 嗯 那一些负面的事情可能都只是一个幻觉吧 嗯 内心的声音可能也是一个幻觉吧 嗯 也可能不是 但是你可以跟自己对话 嗯 是另外一种爱自己的方式 嗯 你觉得李格蒂老师的词 最后有帮你 也就是找到你内心的平静吗 或者是 我们不用讲到说 一定要到最后的平静 可能是 你有办法去理解 同时跟自己和解吗 我觉得 它让我学习了 一种新的爱自己的方式 嗯 嗯 有点像我刚刚讲到的 我承认我有 自卑的一面 是 我也承认我有自傲的一面 是 嗯 我也有自恋的一面 嗯 也有自虐的 是 过去 但是呢 每一个我都是我 所以我接受这样子的我 才有办法成就 现在的我 嗯 好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柯明勋 画画专辑当中 柯明勋呢 压箱多年的歌曲 终于最近想到它了 然后请了李格蒂老师 填下了词 自恋的自虐 这是你给我的一切 我与我们的融洁 来到了 Hey Miss DJ 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我就是Miss DJ Ossa 今天我们专访的特别来宾呢 是柯明勋 Hello Elsa Hello大家好 我是柯明勋 推出的专辑是你的第一三张专辑了 画画 Drawing Dialogue 而柯明勋在这张专辑当中 刚好听到了有一些 就是鼓起勇气的一些的尝试 这个小节目要听到的歌曲 刚好是这样的专辑当中 你会听到的是对唱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 《倒转卡带》 《倒转卡带》就是 这首歌是来自于新加坡的CuffCuff 他多年前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说他在串流平台上面 听到了我的歌曲 他非常的喜欢 然后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 他想要做一件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他觉得 虽然我的声音好像听起来很细 很小孩子 很稚气 但是他也听到了 这个声音的背后的 有一个雄性的代表 然后他说他想要做的实验就是 有没有办法在男生的声音里面 也唱出女生的个性 在女生的声音里面 也能听到男生的个性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在网络上面合作 这首歌曲 然后互相丢词曲 所以这首歌词曲都是我们一起完成的 然后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 是为了画画专辑 重新编曲的版本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有发行了 是同步录音的 在新加坡的录音室 同步录音的版本 但这是 是因为为了画画专辑 然后特别收录 这个重新编曲的版本 但是声音是一样的 声音的表现的方式是一样的 声音其实我们也全部都重新录 重新录 对 其他重新录 vocal也重新录 然后 因为今年2020年 没有办法 出国的关系 所以他在新加坡录制 我在台湾录制 然后我们在台湾做了后制 那你有问过像CoffCoff 他要跟你联络的时候 他需要鼓起勇气 这样子吗 他也有 他信件里面也有写到 他是就是鼓起勇气 他第一次做这样子的事情 OK 这也是我第一次收到 合作的信件 所以非常的 哇 吓到觉得音乐是这样子 无分距离的 对 觉得很近 好 然后我们听到的是 倒转卡 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 一张专辑当中的合作 那这个合作 也是柯米逊 就是鼓起勇气吧 换我鼓起勇气 对 做的一个邀约 是另个时空的你 然后他要鼓起勇气 邀约的最像就是吴清风 来聊一下这一次的合作 另个时空的你这首歌曲 是因为2015年的时候 清风在女巫记 唱了我的第一张专辑的歌 驴鸟这首歌 然后他唱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台下 台下 对 其实那时候我就会发现 原来音乐是这么有力量的 你可是他不知道你在台下 他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他会唱我的歌 我快吓死了 我觉得你应该是整个人被 垫在那边吧 没有错 我那时候真空了 超级 反正 就是因为那个契机 然后我们 有初步的认识 后来2017年 发专辑的时候 发了不能发出声音专辑 然后他在网络上面 有写了一篇文章 说他的听后感 这样子 所以我就 你就再被电了一次 对 再真空第二次 这个人也太有感情了 我决定 我一直都还不敢 正式地跟他说谢谢 然后不敢有跟他 有正式的联系 所以你那时候 前方唱完的歌的时候 你没有之后 在那边去跟他相认说 你刚才唱的 我没有聊天一下 但是我呆掉了 你呆掉 那他知道他唱的是 你的歌吗 就是 他有 他有讲一些话 就是他很喜欢 因为他在唱歌之前 他有说 他很害怕这个女生 不再唱歌了 所以他真的是 我黑暗里面的光 所以 这位黑暗里面的光的 清风先生 是 我不会这样叫他 我都叫他清 他叫你什么 科美勋宝 勋 勋嘛 对不对 应该是啊 按照 按照胡信峰的个性 应该是 你如果怎么样教他 他就会怎么样教你 所以你如果教他清的话 他应该就是叫你单字 对 他也叫我勋 OK 有点亲密 但有点害羞 我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所以我一直迟迟没有 让我们有交集 在现实生活中 一直到我 写了这首歌曲 我在这首歌里面 听到清风的声音 因为音乐已经给我 这么大的暗示了 所以我觉得我非作不可 我必须跨出我自己的胆怯 即使我再害羞 我也要完成这首歌曲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说 清 我在这首歌里面 听到你的声音 你想要跟我有没有兴趣 一起玩玩看 OK 他就回我 好啊 两个字 我觉得他真的是超级 超级 不只是黑暗的光 他就是一个像火山般的 这样子的光芒 就这样子 笼罩过来了 对 好温暖的一个人 所以我跟他的故事 我把它全部都写在歌词里面了 就是 我觉得因为有他 所以我在音乐里面 找到完整的方式 可以稳稳地走在这条路上 是因为他的存在让我知道 嗯 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你可以用自己的声音 去让这个世界认识你 嗯 嗯 好 那么接下来就来听 薰 就是写给了清的这首歌曲 另个时空的你 восп Fresen的那首歌曲 继续和柯敏轩聊 画画这样 这一集当中的作品 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 我觉得 我想要问你说 那个一开始的丁 那个丁的声音 是什么声音 它是一个风铃 OK 因为我想要跟你讲说 我听到的这个声音 我想到的是 因为我以前有在佛学院 所以那时候 就是每天要上做早课 然后早课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唱诵的时候 会有一些法器的带领 比如说会有沐浴啊 会有是影庆 它的那个声音 就很像风铃的声音 就是你那首歌曲当中 一开始那个叮的那个声音 然后心里就想说 我每次听到这个叮的 感觉就是有一种 就是我要这样引领开始 接下来要做一个 很固定的一个仪式 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 对我来讲 那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 一个声音的提示这样子 那完全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个叮就是 什么东西被开启了 对 或者是换到下一个阶段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 你有听到我的音乐里面的画面 好开心哦 对那 啪听就是个歌曲 而且你刚刚讲的还蛮特定的 那个不是啪听 不是啪听 我知道是啪听 啪听 对对 要一个啪听 要是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在 嗯 这首歌有一点无厘头 我们刚才讲的 有厘头的地方吗 很多东西无厘头的感觉 嗯 我觉得啪听这个声音 它其实我的最开始的灵感来源 好了 是就是手机 如果有人传简讯来 我的声音是叮一声 OK 叮叮是叮 是两个是一个叮 我的是叮一声 就是叮就是有讯息来了 是 然后我是一种 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同时做很多事情的人 所以你只要被一叮一下的时候 你一定要处理这个叮是不是 对 我会就是叮的时候 我就会 哦 看手机 哦 我必须处理另外一个事情 哦 所以我很难 很难同时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叮这件事情很像是时间的一个 keyword 很像是时间的钥匙 是 叮 现在做这个 叮 现在做这个 哦 叮 不咕不咕 也是啊 就是整点到了 这样 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抓住来 就是接下来如果 如果要其实那个跟克明勋开玩笑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怎么样跟他开玩笑 你要叮 我在旁边 对 没有我在旁边制造很多不同的声音 你就会 对 因为我是好奇宝宝 而且我 我又是 有一点 从耳朵出发的人 哦 我懂 我懂 就是听觉导向的人 对 就是 如果现在有个什么声音的话 我就会 哎 马上被 被吸过去 然后就会 哦 我就会 现在只做这个事情 哦 然后下一个声音来的时候 就只专注在这里 OK 这样子 哇 那你有参加过任何的 比如说什么 禅修啊 静坐啊 这种的 有练习吗 我有自己做那个 嗯 冥想嘛 meditation OK OK 就是 那个算吗 就是静坐 你坐得下来吗 你最常可以坐多久 我是没有 特意的测时间 但是 大概这个冥想过程 大概20到25分钟 你是定得下来 OK 你不会被外面的一些声音给带走 是不是 当然有时候会 初学的时候会 OK 会 很多声音 然后很多想法 很多思绪 乱七八糟 OK 但是我还是会回到 回到冥想的 的状态 的状态 OK 嗯 很不错 你也有做冥想 偶尔会 但是我可能 比较 也会让自己 就尽量把那个感官的门 稍微关上一点点 否则就很容易被 把那个心念 好像就被带走了 这样子 我在做冥想的时候 有一个 有一个小诀窍 请说请说 请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不小心飘出去的时候 我就会回来 啪叮 内心的声音 也可以 啪叮 也可以 但我会 嗯 这样 哦 自己内心有一个引导进来的声音 就是一旦你知道 你被抓走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声音 启动了出来 把你带回来就对 对不一定要发出来 但是就在心里里面 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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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柯敏勋的 啪叮 继续和柯敏勋聊了他的专辑 画画 这张专辑当中呢 有一些的歌曲 就是你有跟 以前有合作过的乐手 或者是歌手合作 或者是全部都是新的组合呢 嗯 有很多都是以前合作很久的 OK 合作大概六七八年的朋友 嗯 然后现在听到这首歌 POW是跟首页人的旭章合作的 OK 好好好 我跟旭章的故事也是要从很久远 开始说 其实我们也是在 大概2013 2014年认识的 那时候他找了我唱了很多游戏的配乐啊 是 然后我们他后来也有发型单曲 然后我们也有合作 合作一首歌 倒数开始 嗯 然后这首歌 POW是旭章写曲 然后我跟他一起填词 嗯 然后这首歌故事主要是在写 我那个时候 真实的状态 OK 是2014 15年 学后的你 嗯 不是 我2020年的状态 OK 哦 今年的这样的状态的记录 嗯 对 在在这张专辑到了 制作的尾 尾端的时候 然后这首歌跟旭章有这个连结 嗯 然后我就在想 啊 这张专辑 我要 孤注一指 是 我要付出全部 我要抛下我过去的自己 嗯 因为这首歌我本来 本来有可能没有办法收录在专辑里面的 因为我本来想要打退坛股 跟旭章说我们还是不要合作好了 但是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抛开过去的自己 嗯 我要抛开过去 嗯 逃离我的舒适圈 是 嗯 我要 做到更多的挑战 嗯 然后 所以我 一时的心念的转变 嗯 我就抛下了 对 我的过去 嗯 所以我跟旭章说好的 我们来 完成这首歌曲吧 嗯 然后我就 写的 写下我 很真实的心理状态 是 歌词一开始有写到 找不到快乐的理由 嗯 然后没了食欲 没了笑容 的确是我 2020年年初的状态 这样子 嗯 但是 嗯 副歌马上又转变到了 我抛下了 所有的沉默 是 然后 第二段的副歌也更有写到 我抛出对这世界的疑惑 嗯 然后我抛开了我拥抱的双手 是 嗯 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 一直活在一种 没有什么氧气的状态 嗯 所以我 急欲想要有一个新的状态 的自己 嗯 的方法就是 把自己的真实的面貌 写在歌里面 嗯 我就能有办法 往下一个阶段迈进 是 嗯 所以这个是你的 2020年的时候的 心情的一个写照 然后同时也是你已经完成的 一件事情对不对 嗯 我发现其实这应该 这首歌曲这样子 记录的一个心情 跟一个 这个歌曲呈现出来一个状态 好像也是蛮多人在 2020年 呃 想要做到 或者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很多人 2020年都是一个 蛮被束缚 受限 然后变化很大 翻转的一年 嗯 对不对 然后很多人其实在 岁木年中的时候 他的期许 真的就是说 好像脱离自己的舒适圈 嗯 把很多的事情 不愉快的就是抛开 抛掉 然后也许是 展向新的一夜 对不对 嗯 还不错 我们马上听到这首歌曲 来自于 柯明勋的 抛 我是奥萨 来到了和柯明勋聊话的新展集 画画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我还记得我上一次跟柯明勋 见面的时候就是聊他的商量专辑 Don't make a sound 不能发出声音 然后在访问完了以后 其实我有去看 柯柯在 Legacy的演唱会 谢谢 然后我刚好在那个演唱会当中 也碰到了我一个 瑜伽圈的朋友 我没有想到说 我会在那个地方 碰到他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 然后我就说 哎 你来看柯明勋 然后 他是男生啊 也是练瑜伽这样 然后他就是带着一个 你知道就是完全痴迷的那种心情 他就想说 他的声音好透明哦 对 然后就是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很多 柯明勋的歌迷 对你的作品 或者是对你的声音 常常会有的一个形容 或者是说法 像我话 我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的声音就是很通透的那种声音 那就是因为这种通透 其实可以感觉得到 你在歌曲里面 你要呈现的 不管是喜怒哀乐啊 挣扎啊 迷惑啊 等等的 我很喜欢看你的现场演唱 对 所以下一次的机会是什么机会 我觉得这张专辑应该要有吧 好 那我们巡回演唱会看到咯 2021年 1月31号 然后在Type Legacy 然后4月9号 在高雄的魏武营 是 我们有两场 然后是完全不一样的配置 不一样的风格 不一样的配置 第一场是什么样的配置 第一场在台北的是 Full Band的专场 是 然后这场是 就会与我的 一起做专辑的 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完成 这场演唱会现场 是Full Band 对 好 那在魏武营呢 哇 4月9号在魏武营的演出呢 这场就是完全是 电气的 非常电子的状态 OK 所以合作的乐手 就会是不一样的 会是不一样的 但是也会同样是 专辑里面 一起完成 电子声响的 对 OK 但是 所以演出的曲目 会是一样的吗 还是会做调整 当然会做调整 当然会做调整 我是不做 同样事情的 而且其实 搞不好你现在想的事情 也许 明天你又会做了一些翻盘 对不对 没错 你太了解我了 我要是你老板 我就是 现在的头发 大家已经抓掉了 被我抓掉了一半 他又来了 那个感觉 好 总之呢 在1月31号的时候 是台北Legacy 以后 届时是Full Band的专业场 4月9号会是在 高雄的魏武营 然后进行的是 电气的专业场 很期待呢 邀请你来 好啊 好好 我就会尽量的 那个调整时间 一定可以再遇到 那个瑜伽朋友 对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然后会把所有的 那个该备好的东西 都备好 正气 面对这两场 要准备什么 正气 天地有正气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 从这张专辑当中 要听到的歌曲是 我们之间的河 这首歌曲的河 是River 但是这个里面歌曲的概念 那个河 好像有点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 我们之间的河 这是一首 我跟我的好朋友 吵架的时候 写下来的歌曲 是 因为我觉得 我用一种很自以为文青的方式的写这个人的状态 很好 但是我那时候就吵架的时候就觉得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河 然后这河里面有着淤泥 然后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要把情绪放下 就要等到河水变的瓶颈 然后那些淤泥才可以沉到地底下 我们才可以看得到河的清透的部分 那我觉得跟人之间有一点关系 那我文字上面呢 我还有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这个人是很新 也是我的朋友 他是诗人陈昭渊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写这首歌曲的时候 我多延伸了一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河River 但是我觉得时间也很像是一个盒子 所以呢我就把它写 我们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盒box 小小的盒子 所以这个盒子里面放了很多我们的回忆 即使是吵架 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 我觉得那些喜怒哀乐眼泪 都跟水有关系 我觉得人的体内有百分很大的比重 其实是一较 都是水 女人也是水做的 是啊 没错 所以我就利用这种河跟河的声音 然后发音 然后写下这首歌曲 主要是想要写说 回忆它就是像河流一样的 像时间一样的 有一个缓慢的速度 流得越慢 细水长流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彼此的情谊也能流得又长又远 然后我们把这份情谊跟回忆收藏在我们小小的盒子里面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到这首歌曲 我要跟你讲的是 虽然呢 很多的书都会跟你讲很多不同的 就是他的心情的分享嘛 那你的歌曲对我来讲说 他也会跟我讲一些事情 就是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我要成为这次专访的最后的那一首歌曲 对 所以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曲咯 就是我们之间的和 好 今天非常谢谢柯明徐 谢谢欧莎 谢谢大家 谢谢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